網絡上經常有人問到法輪大法書籍中提到的幾個案例的真偽 鑑於網絡上並沒有詳細的考證 而且不懷好意的詆毀言論 混淆著人的認識 為此經過細緻的長期考證後 本文整理了這份較為完整的材料 海底建築 1968年法國地質學家勒皮雄提出了大陸版法的理論 地球板塊之間的移動非常緩慢 通常每年是0至100毫米不等 也就是說當前的大陸板塊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穩定的 海洋的面積佔地球的面積71% 受到了資金、技術等方面的限制 人類目前只探索了大約5%左右的海底 然而在各大洋都意外發現了完整的史前建築 1.大西洋區域的海底建築 2001年加拿大國際陷探公司ADC 受古巴政府的委託 在古巴的尤卡坦海峽 進行石油資源陷測的時候 意外發現了距離海底650米的幾何圖形 研究員Salesky和Paul Wingswick回憶說 他們所探測的地方是海底平坦的沙質平原 當綿延起伏的平原中 突然出現巨大的建築結構的時候 他們感到震驚和害怕 2.太平洋區域的海底建築 1986年潛水員基哈奇羅辛卡庫 在日本和那國島的海底 偶然發現一塊人工樓梯結構 通過細節的分析 研究人員最終認為 這個很有可能是一處人造建築群 通過對付著海底結構上的生物化石 和表面岩石的測定 調查組認為該建築距離現在至少有1萬年的歷史 而構造該建築物的生岩就形成在2,000萬年前 3.印度洋區域的海底建築 的記憶中 近代考古學家通過對歷史文献的研究 借助先進的技術設備 又讓這些城市的遺骸重現天日